接下來這一套是極度抽象的作品 這一套就是少女革命 回轉企鵝的監裁 他經過回轉企鵝的時候 殺科的時候說他想做一套更加抽象的動畫 其實他成功了 至少我當年看企鵝罐的時候 頭兩集我是知道他說什麼 但是這一套我連第一集我都看不明白 第一集你不明白 第二集其實你都不明白的 但是你會知道多少少 我都叫有多少文化水平的人 但是我在作品裡面我真的不是很明白 你會不會放下你的文化水平去看 放下你的文化水平去看 放下文化水平我就不知道他做什麼 現在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當然沒有 這套的特色就是 紀元寫的東西他一直都是這樣的 他是想用一些影像 或者拍攝手法 或者一些隱喻式的東西 去表達就是他想表達的一些思想 所以根本上你不抱著一個研究學者的心態 根本上你是不可能看得明白 你說起隱喻 這個他真的是EXO級 我看到有人截了他的圖 他的八合成立 那個裁判所之後的類似 那些圖形 有人截了那些圖 有十幾二十個 每個圖形是些什麼 然後在我猜代表什麼 我想說不要了 這件事不是沒有的 當年小元也有發生過這一類型的事情 虛冤和神房都用了大量的這些東西 小元沒有那麼多符號 不是他有沒有 你不是要我每個畫面都要依靠這件事去解讀 而最重要的是 神房和虛冤他們用這種手法就是 你不明白符號 不會影響你對這套作品的了解 只是你對作品裏面 就是知道他有很多的隱喻 收藏在裏面 你可以有另類的樂趣去發掘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這套是什麼 你不發掘 你是看不明白 發掘了我覺得都可能掘到個硬地 掘不到恐龍骨出來 而我不是很喜歡紀元寫的一些作品的原因 當然你說如果他的隱喻式 是基於一個所謂現實裏面的一些 或一些控訴 或者取材子一些現實的東西 他用一個隱喻式去帶出來 可能會好些 但是他的隱喻是 隱喻變了便秘 他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 他認為百合是什麼 他認為百合就是 當你去到極限 有些我是雜誌 我網上看到的一些解讀 不是真的完全有解讀 大家都知道 我是解讀不了這套東西的 其實現在我是 他就說是一個百合的愛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他說這些話 然後說百合愛一個人和一隻熊 就像一隻熊那樣 你會有佔有肉 會有貪欲 用熊這個象徵 去表達這一切的手法 好像很高 聽到出來 熊未必是貪欲 我覺得 我不知道 當然我的解讀 我不是看得很全面 我們很快簡單說一下 這套他大概說什麼 他首先說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 熊的小行星爆炸 類似的東西 然後碎片就跌倒地球 跌倒地球之後 搞到地球上的熊 就產生異變 走去吃人 但問題是來 熊本身都會吃人 然後那些人就建了牆 就像進擊的巨人那樣 這套是進擊巨人之 熊隱版 他們建了牆 那些人應該是在牆裡面 熊的在外面 然後那套好像叫什麼 絕對防壁 還是不知道什麼 這些人不信得的 一向都說 這套其實有很多名字 這套就是基本的立場 這個世界觀 當然它跟游轉企 這套很像的 又是會有些人 有些獨白 就說一些你不知道的東西 例如你那些 是不是真愛 你又是最初最喜歡它 之後又很討厭它 又是有些那類的東西 那問題來了 簡單來說 這個世界有兩個種族 第一個 人類 第二個 熊 熊會吃人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東西 好了 學校 學校裡面有什麼呢 學校有幫學生 學生不知為什麼 全部都是女兒 你當是女校 然後學校會跟你說 一件事 大家盡量結伴同行 也會發覺 這間學校大部分的人 都好像是一個 配合的 兩個兩個一組 那樣的活動 他的原因說法就是 如果你不是結伴同行 就很容易被熊吃了 就沒人知道 簡單說 但問題來了 你這套牆都可以做什麼 會有些熊進來 但一開始的故事 已經說 有兩個扮成人 的熊 做插班生 進來 這就是故事的開端 另一方面就是 一個貌似女主角的人 那個叫熊羽的女仔 還有另一個眼鏡娘 好像叫初花 我忘記了 好像八俠一樣 這就是那個故事 但一開始下去 你會發覺 那個眼鏡娘 就打了柴 唇花就死了 接著這裡的故事就是 接著 熊羽就是想 去找回唇花出來 究竟她是否真的被熊人吃了 接著就開展這個故事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都很難回答 其實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先探討一下 她所謂吃了是什麼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她吃了什麼 她吃了 她有幾幕 有一幕就是黑影 然後有隻熊在吃 好像吃屍一樣 還有一種就是 紅羽那一幕 他們突然之間 紅羽在下體部分 有八核花 然後她就舔 看鏡頭像 不知道 然後就舔到八核花 上面的蜜糖 沒錯 我真的不知道這套 她是想表達什麼 老實說 我真的不太懂 評價這一類型的作品 其實是 因為 它裏面有大量的含意 我真的要逐個逐個 含意解讀出來 接著是什麼呢 我看這類型作品 其實我是有一個疑惑的 究竟 作者是想我 去解讀完整套作品 還是 她在這套作品裡 我會 就算不明白 都可以看到 她的基本主義 她想說什麼出來 但是 《回轉企何冠》 我看完 最後都很辛苦 我看完之後 最後就告訴我 我是不明白她說什麼 我很少少的 但我不太記得她說什麼 不是 《回轉企何冠》 其實我們講的時候 我講的時候 應該是我 I am 和鏡花講的 我最後有補回 不過就沒有看了 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三個人 都有三種不同的解讀 我記得 但已經不記得了 我覺得 這個作品應該會 每個人應該拿他們自己 他們感覺到什麼 這個我不明白 但是 可能就是 它要報一個 很長的故事線 和設定 因為其實它裡面 當中涉及了很多字 例如說 什麼變成 透明 透明 風暴 八合花 紅 這些很多不同的概念 在裡面 但其實 有幾個天到現在 都不知道什麼 例如透明風暴 經常說 透明風暴已經會來臨了 會把你最親愛的東西 由最基本的開始摧毀 那麼她第一件事 就剪掉那些花 然後那女兒就死了 所謂 問題來了 她說 紅食人 OK 你看到那女兒 好像躺在那裡 然後兩隻熊在那裡 暑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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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另外一隻熊去吃過 首先這個就不明白 究竟她那種食是 真的吃了她 還是只是拿那些花蜜 那些食 第二就是那個更加無厘頭 好像 胡主席那罐水晶公主出來的那些 學級裁判 另外一個CUT IN 無厘頭弄了一個LIFE SEXY LIFE 那三個裁判 那三個傢伙 不知道做什麼 很奇怪的 看到ARCHA在那裡說這些 一定 你這套我會這樣說的 這類型作品我都明白 就是說 她的套路 我是完全知道理解 是應該怎樣去看這套作品 但是 等她播完才看 其中一個方法 我都不關事 看不明白 播完也看不明白 連每一間眾法律都看不明白 應該說她的這種作品 是想你什麼 一度看的時候 那個人不停去思考 其實你是不需要集中 在她所有畫面的表現 反而是要咬文著字 去留意她的對白 你能感受到什麼 但是當然 人路 我對這類型的作品 而且她太意識流的操控 表現手法 我是真的不懂 去欣賞這類型的作品 這類型的作品 雖然ACG的作品裡 這類型的監督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真的不太懂得欣賞 所以我是定義不到這套 究竟是好還是壞 我是不懂得定義的 你會有一個解謎性 因為當你一開始說 那兩個插班身是 紅扮人 但之後你會發現 應該在學校裡面 有更多個紅 那又會變成巨人的問題 這些是人 其實又是巨人 我覺得這樣說 這類型的作品 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動畫作品 去引用套路去做例子 沒有的 因為這類型是完全不適用 所有東西都是不適用的 我那個比喻是純粹方便理解 你未看的人想知道她說什麼 就是純粹 可以不可以 因為這件事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的 反而就是你怎樣去感受 當然我覺得 一定是有人接受不了的 我這一類就是 我是屬於接受不了那一類 因為我說的是理性 我說的是要遵從這個 起承轉合的東西 你不要一開始就跟我說意識流 我是接受意識流 但拜託給我起承轉合 你不要一開始就跟我說意識流 起承轉合是麥兜式 有一條女生搞八合的日子 她死了 對了我只知道這個影片沒有信 所以這套東西相信 應該都是今季最深的一套 但其實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少女革命的 我要先說 但如果你說對比企偶冠 來講 同一個監督的作品 他又好像未去到那麼牢骨 不論意那個 性意味好像沒有那麼重 我覺得只是頭兩集而已 其實你回轉企偶冠 他都沒有性意味那麼重 去到最後一半的橋段 完全跟你說 我是說性 我真的用一個 好像很有深度的東西包裝 就是其實我想說的 很可愛 那又不用這麼說 我不知道 但實在說 我是挺不喜歡紀元的作品 所以我是不肯去說這套 但我知道應該怎樣看這套 那等個結束再定量吧 對啦 好我們去下一套